各位親愛的家人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簡師鐵空哥說健康之間 今天呢我們要繼續延續一個話題啊 就是性成癮症的問題 性成癮症呢我相信大家有初步的一些了解 就是對這個性的行為是沒辦法控制的 尤其在他的腦袋裡面認為 只要一天沒有發生這個關係 他就覺得渾身難受 這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我們知道去年年中的時候 在這個疫情連照的時候 大家最多的茶餘飯的話題就是 天王羅世強 他的那個前女友周揚欣 爆料出他非常非常多的飛聞 導致他從神壇下跌落 那我們呢跌落也有站起來 在今年的跨年的時候他又重新站起來 但我相信人都是會犯錯的 只要知錯能改去調整 那就是最好的 那在年底的時候呢 還有這個王力宏 最讓人跌破眼鏡 形象非常之好 但也是因為性成癮症的問題呢 導致他也從神壇上跌落 他的前妻的李敬蕾爆料他非常非常多 跟某個女星啊又發生什麼關係啊 跟誰啊又有不可描述的問題 這些跡象種種呢 都導致一個人啊 從這個社會上呢 變成被抨擊的對象 這都不是什麼好事 只要我們經過治療 其實他們都可以恢復正常 也都還是可以拿回他明星的觀 我們啊比較常關注的是別人的八卦議題 可是性成癮症真的只是八卦這些事情嗎 只是出軌當渣男當渣女這些事情而已嗎 其實並不是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生活當中 我們都忽略的東西 就是A片的問題 在這個網路非常爆炸的一個時代啊 A片的這個氾濫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大家覺得不犯法 而且啊 拓手可得 幾乎是免費的啊 欸各位 在美國啊 這個非常知名的明星啊 外企比利 他就曾經啊 表示過 自己在11歲的時候啊 就接觸到A片 而且一接觸之後就上了 非常的興奮 然後呢 看著看著 越看越奇怪的影片 而且這個影片內容啊 必須要摻雜更多的暴力 更多的這個 這個強迫 這樣子的一些行為啊 才讓他覺得非常exciting 很刺激 才能激取他的慾望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呢 導致他長大之後啊 他發現 不行 A片真的毀了我的腦袋 因為他患有抑鬱症 這些強迫的行為呢 讓他呢 身心靈都受到很大的創傷 怪奇比利呢 也自己分享 他當時在看A片的時候 也覺得無所謂 看A片這件事情是非常酷炫的一件事情 還可以跟自己朋友炫耀 我看過喔 你沒看過喔 那我就想到啊 過去在小時候啊 大概國高中的時代 我們好像也有這種類似的現象發生 好像你看過A片 你滿了不起的 很屌 很厲害 那你到底看了什麼荒誕的內容 分享一下 他講的越誇張呢 好像你這個人越厲害一樣 越走上這個潮流 我們都沒有你就有 對不對 而且在那個時代呢 我想我們是比較幸運 因為那時候網路並不那麼八達 手機還是智障型手機啊 你也不能看影片 再來呢 也不是每一個家裡都一定有電腦 有了電腦也不見了都有網路 所以啊 大家要得到這個A片啊 的這個黃色資訊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而且啊 通常都要做這個 這個所謂的光碟 光碟去傳 才能去看 對不對 然後你還有電腦才能看 再來 你可能要這個有小黃書 A曼 才能去分享 所以說其實這方面的資訊 是滿稀少的 比較難取得 所以你取得到你能看到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厲害很屌 那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每一個人都有手機 都是智慧型手機 都可以看 電腦大家誰都有 誰家沒有網路 幾乎都有 對不對 就算你沒有網路 你到公共場所也借個Wi-Fi 你總有網路了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我相信你想要看A片呢 就算它有寫 你是否18歲啊 如果是的話呢 你就按4 否的話就按否 你想看你會按否 你還是會按4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們在家裡這個網路啊 沒有管控好 我們家的小孩啊 可能就偷偷的去上網 看到這樣子的一些荒誕的訊息 而導致他先心靈的一個受損 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而當時的小比例才11歲 拜託 11歲才國小 可能5年級 6年級的時間吧 他就接觸到A片 那可想 對他身心靈的這個受創 是多麼的深刻 所以他才會說一句話 叫做A片毀了我的腦袋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而啊 德國的科學家也做了一個研究 他針對那64名男性啊 從年輕到中年的人都有 然後呢 有一群是比較常看A片 有一群是不常看A片的人 他做了一個腦袋的比較 發現啊 他的這個蚊狀體啊 只要是常常看A片的人 他們的蚊狀體啊 一嗓發現 哦 比這個呢 不常看A片的人 來的小很多 也就是萎縮的啊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萎縮啊 很多的這個腦細胞 萎縮是不得膩的啊 所以呢 不得不注意 不過呢 德國科學家呢 他也說啊 那到底是這個 這群愛看A片的人 本來他的腦袋的這個蚊狀體 就比較小 還是說因為看著看著看著 而導致他變小 這個我們還並不知道 除非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嘛 很狠的研究 來抓一群人 他本來不常看那邊 強迫他每天看 看一看看他會不會變小 我們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但這個不太能道 好對不對 所以呢 目前呢 還沒有這樣子的研究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啊 當你的蚊狀體變小的時候 你對於性慾的刺激啊 必須要更加強烈 因為蚊狀體啊 他管理的這個 性慾的這個刺激的迴路啊 是有的 如果說 你不夠刺激 不夠exciting 他就激不起你的那份欲望 好 所以啊 在這個看A片常看的人 他會越看越刺激 越看越暴力 越看呢 一定要越誇張的事情 這也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 以上這些研究啊 他發佈在這個美國的醫學精神學會期刊 然後再來 A片呢 可能導致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他會讓我們的檢驗啊 這個血中的這個多巴胺啊 他是下降的 那多巴胺下降可想而知那問題的嚴重性 多巴胺是一種快樂基礎 你這個人不快樂 那會有什麼問題產生呢 最重要的就是抑鬱症會發生 而且呢 你的這個憂鬱的程度啊 會非常嚴重 調查發現啊 常常看A片的人他憂鬱之後 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會想要自殺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也造成可能部分啊 自殺的人 是由於常看A片而來的 而且啊 還有一份研究 關於看A片邊打手槍打著打著 突然猝死的人 也是有的 各位不要笑啊 真的也是有 有人就這樣打著打著就死的啊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再來 他會導致你不舉 也就是說 你這樣子一個行為 反覆反覆反覆的在操作 久了久了之啊 你就會不舉啊 不舉很嚴重啊 你就不運了 而且你沒辦法給另一半幸福啊 欸各位 你想要不舉嗎 那你就常看A片吧 對不對 好再來 你的社交能力會下降 因為你多巴胺分泌不夠 你的社交啊 表達啊 認知啊 這方面是會下降的 你會覺得非常不快的 非常的不自信啊 而且再來 你的學習能力也會下降 因為你的記憶力也下降 也就是說 阿哲達哲久了可能會變個白癡一樣 記什麼東西都忘東忘西啊 你都記不太起來 這導致一個人的整個精氣神的狀況 就是非常萎靡的狀況 那我們能不能改變 可以啊 只要你發現這一次對我們的身心啊 是有很大的創傷 是有很大很大的問題的 你發現它對你的身體造成很大的狀態跟影響 你就會想要去改 譬如怪奇比例就發現 欸 A片呢 會導致啊 他的腦袋的損壞 對不對 那王力宏啊 或者是羅志祥發現啊 常常出軌 會導致啊 從神壇上跌落 那他就必須要改 對不對 那我們呢 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也不一定要 從神壇上跌落啊 或是身體出現問題啊 養毀的時候 我們才要來改 我們可以早期發現 只要發現你的身體有些不對 我們經常有依賴看A片 來解決我們的烏丹的狀況 那我們就應該去調整 那如果你已經出現很嚴重的狀況 像我剛剛講到的 你可能會出現抑鬱啊 會想要自殺啊 會有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看精神科醫師 一定要去找心理科醫師 做至上治療 給你更好的一些意見 幫助你控制你的慾望 那我們通常控制完慾望 大概4天後 你就會感覺身體好像有慢慢的慢慢的恢復 因為我們的這個成癮現象 大概4天的時間 它會慢慢的往正向發展 你就可以慢慢擺脫成癮 完全擺脫成癮 必須要15天的時間 如果能夠完全的擺脫成癮 接下來我們就控制自己 不要呢 再陷入那個過度的慾望空中 適度的發現呢 是好事是有益身體健康 過度呢 就會變成呢 傷害自己的身體 那跟拿刀自殘是沒什麼兩樣的 各位 所以啊 我們應該看重這個話題 這比啊 你去關心某某天王啊 他又跟誰啊 就出鬼的外遇 來得更加重要 各位 一定要記住一句話 古人講 萬惡淫為首啊 這個淫啊 其實講過度的意思 你做任何事情過度啊 都是不好 一定要在中庸之道當中 我們啊 才能夠行得自然 那身體呢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鏡子 你的身體已經有一些警訊了 就代表 你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呢 層次的 希望大家 如果在螢幕前的你 有這方面的問題啊 一定要盡快去接受治療 可以自己做心理控制的 我們來把關自己 對不對 可以多出去運動啊 轉換一些環境啊 多去社交 你就會比較不願意去做 這件事情 你就不會孤單 簡單講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 運動是最好的 運動自己刺激自己 你也會產生多巴胺啊 那不是很好嗎 其實我們會想要做那件事情 無外乎就是想要刺激自己 愉悅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做公益也可以愉悅啊 我們呢也可以去幫助別人 不是很好嗎 做運動還可以鍛鍊身體 也會讓你產生愉悅的感覺喔 好 那麼呢我們今天呢 就為大家分享到這邊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訂閱我天空哥 然後呢這支影片 你覺得對自己的非常有幫助 你也想要去拯救你身邊的朋友 請記得分享給他 謝謝大家